大安高宫首语社的同学热舞搭配英文曲目 为新北市教育局新北季职双语学分班 成果发表会拉开序幕 新北市培育双语师资 特别和国立师范大学合作开设 季高双语学分班 参加了教师利用假日课余的时间上课及测验 历经108小时课程 取得教育部合发的双语教学家住证书 我们希望双语教育成为我们生活化 普及化还有在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因此我们新北市会积极的培养更多的老师 在每一堂课都实施双语课程 参加培训课程的教师不是英语专科老师 但有英文基础 其中英歌工商的体育老师吴亦凡 他利用英语结合语求课 让学生认识专业的英文体育术语 再搭配日常英文 进而让学生发展出会打语求 能用英文沟通的能力 球开始 球拍开始 或者是集合点名 这些东西来用英文来讲 然后让学生慢慢去接纳英文 包括吴亦凡在内的体育老师 还有教3D列印 美容美法等等的师资 取得了双语教育证书 具备了专业技能以及英文能力 培育学生成为未来能接轨国际的人才 记者赵世仁简明山土城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